冷军八千万作品被质疑,真实价值才三万,泡沫达到两千倍。 在众多玩艺术绘画的人看来,冷军是艺术界里面的一个标杆人物存在,放眼国际上更是没有之耳。 小文小将这些人物静态绘画每一张都是价格接近八千万。 想要了解这些作品的价格到底有没有泡沫的产生, 其实还是得从作品的市场性与当下艺术的意义性来讲, 光靠着作品的一些艺术细节来聊,这是无法得到答案的。 要知道超现实绘画,尤其是冷军的作品,通常是把照片的艺术效果搬到了画布, 这是属于博取视觉的效果性,更不具有油画起初的艺术价值力量。 但他的作品奇怪的是价值性过异,这是值得考虑的。 讲到底也是其市场决定了绘画的走向,并不代表作品的潜力巨大。